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人都会经历一段朦胧的暧昧时期 彼此爱恋却又不会主动戳破那层窗户纸 靠着言辞美语间传达出的讯息 来判断对方对自己用情到底有多真 然而并不是每一段让你神迷的暗恋 都会有一个你期盼的结果 爱对了彼此会指手相伴 然后以更加正式的身份参与到你的生活中 爱错了它会从你的世界抽身而去 全然不顾你心中会掀起怎样的波浪 良心相处中 如果男人给了你这三个暗示 说明他确实对你动了真心 希望你在明确对方心意的时候 能够牢牢把握住 主动向他走进一步 而不会因为自己的犹豫 错失幸福 有句话说世界上所有的不期而遇 其实都是另一个人的精心策划 诚以为然那些你以为一次又一次相遇的偶然 其实在对方心里已经排练了千百遍 如果有个人总是出现在你的视野里 请不要把一切都解释为碰巧 因为这也是他爱上你的一种表现 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 张嘉妮和丈夫买超的相爱经历被大家津津乐道 买超和张嘉妮在一次饭局上相识 而这也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此后张嘉妮发现 不管自己有什么事情 买超都刚好有空过来帮忙 张嘉妮搬家的时候 买超给张嘉妮打电话 说自己刚好就在附近 又刚好买了些生活用品 张嘉妮国庆和家人在香港旅行 买超又刚好去香港找朋友 可是到了饭点 买超却没有任何约会 身边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朋友 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和刚刚好 有的只是一颗愿意不断靠近你的心 和想在你身边刷些存在感的小心机 就像张嘉妮评价买超时说的那样 从第一天认识之后 她就再也没有消失过 爱一个人就是会不自主地想要走近你 平凡地出现在你面前 是为了让你看见他 更是为了让自己看见你 可是即便在喜欢你 但只要一想到自己的感情 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 打扰到你 她就会把这些人为制造的缘分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过去 其实一份不确定的情感链接 是非常异断的 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千方百计 出现在你视线中的人 并且自己也对他有好感 那就去主动回应他的这份爱事吧 罗伊克里夫在爱里写道 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的样子 而是因为和你在一起时 我的样子 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改变自己讨好对方 而一个爱你的男人 更不会试图把你刁桌成他喜欢的样子 而是会让你真实的 没有负担地做自己 之前 大S因为剥虾论 引起广大网友的声讨 说他矫情 公主病 他在节目里表示 从小到大自己都不会主动去剥虾 以前是他的父亲剥 现在嫁给他老公后 老公不剥的话 就不吃了 在大S这套剥虾论 受到网络攻击的时候 王小飞也马上开始发微博护期 他老公愿意为他剥虾怎么了 生了俩健康的宝贝 走了一趟鬼门关 还不能让老公剥虾了 正常的男女关系 不就是应该让自己的女人开心 撒娇 偶尔被考验一下吗 真心爱一个人就是这样的 不需要你为了外界的声音改变自己 做一个毫无缺点的贤妻良母 你需要做的 就是你自己 正如王小飞 可以接受大S不会做饭 不会打扫家务 甚至接受他坐个自行车 害怕被摔死的哭哭啼啼 做一点又怎样 矫情一点又如何 在他的眼里 只要是真实的自己 就是最可爱的 一个对你动了真心的男人 是不会因为外界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而让你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 你可以有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爱好 就算你不被全世界理解和支持 他也会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和你一起承受 来自别人的恶评和诋毁 然后告诉你 你只要维持自己本来的样子就好 要记住 任何以爱之名 强迫你改变的人 都不是真心爱你 良心相处中 若是勉强 不如选择放手 总有人会爱上你最真实 但却不那么完美的样子 你一宁在《赐我理由在披甲上阵》中写道 能给人以安全感的 从来都不是爱 而是偏爱 确实 偏爱给人的幸福感 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 它就是女人在感情里的定心计 前两天 同事大猪和雨萌要结婚了 听大猪说 在雨萌入职第一天开始 自己就看上她了 开始我们总觉得 大猪的这份喜欢可能不会太长久 毕竟办公室恋情可不好维持 但是大猪硬是凭着自己的一腔欢喜 和始终如意的偏爱 赢得了这份圆满的爱情 平时上班中 她会经常准备一些小惊喜 会在雨萌的办公桌上 偷偷地放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并贴上温馨小提示 即使她平时就是个没有情趣的直男 她会在某个下雨的夜晚 把雨伞栽到雨萌的手上 说自己还有一把 然后默默地淋雨回家 这份《除了你我谁都看不上》的偏爱 最终感动了雨萌 两人正式从同事关系 升级为恋人关系 正如我爱你是对一段感情的承诺 我只爱你是单属于你的偏爱 婚后的大猪更是把老婆护到极致 大猪副驾驶的位置除了雨萌 谁都不可以坐 并且心机地在座位上 倒上老婆专属的字样 偶然一次聚餐后 她顺道再三个女同事回家 一个同事想坐在副驾驶 硬是被大猪塞在了后座上 开玩笑道 你们三个身材这么好 坐后面正好 还方便你们聊天 大家都嘲笑她怕老婆 她却一盏笑颜道 我老婆在我心中永远是第一位 偏爱是双标的 是自私的 更是唯一的 真心爱你的男人 就是会把这独一份的爱 通通给你 任谁也分不去一点 而这份偏爱就是在告诉你 她给你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 即便是同样的风景 只要和你在一起 感受一定会是极好的 风再凛冽 也不会感觉到寒冷 甚至乌云密布的阴雨天 都变得湿情画意 当你感受到一个男人 把你当成生命中的例外 给你独特的偏爱 让你一个人填满 她心里的全部位置 那就好好珍惜这份感情吧 能被一个人真心喜欢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对方愿意把一颗 炽热的真心交付于你 也就意味着 他已经做好了 今生与你同杯喜 为你阻挡人间锋利的准备 这样一份能让自己 被珍视的幸福 遇见了 千万不要犹豫 要记得主动争取 好好珍惜 点个赞看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遇见这么一个 在彼此爱意的加持下 和他一起分享生活的 鲸毛蒜皮 落日和晚风 最后的岁雨 和不眠的夜晚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晚安 好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